了解遗传型乳腺癌与卵巢癌的基础知识 您知道吗? 乳腺癌是在新加坡女性当中最常见的癌症。 90%的乳腺癌是非遗传型的, 而10%是遗传型的。 非遗传型癌症和遗传型癌症有什么分别? 非遗传型癌症一般被视为一次性, 不会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。 遗传型癌症是由于患者携带了有缺陷的抗癌基因, 因此可能会有明显的家族史。 正常人体内的抗癌基因能降低患癌的风险。 抗癌基因遗传自父母, 从父亲遗传一个, 母亲遗传另一个。 凑成一对。 一对抗癌基因中, 只要其中一个带有缺陷, 日后患上癌症的风险将会明显增加。 如果与生俱来的抗癌基因有缺陷, 就可能导致遗传型癌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